對 我們是在講 我們是在講 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和市議員曾紀妍 陪同師志長者一起比賽 由長者們自己製作的 紙杯劍玉的遊戲 大家玩得非常開心 這是由基隆市衛生局長期照顧 管理中心主管輔導的 仁愛區基智一起玩學堂 安泰樂林站 師志社區服務據點正式揭幕啟用 這也是詮釋第九處 師志服務據點 仁愛區的第二處 希望可以照顧服務更多的師志長輩 延緩退化 我們會進入超高齡社會 我們基隆市 那照顧會一胸二十八 這是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我們積極地要來推動 我們的長期照顧系統 不管是師志 師能各個相關的據點 我想 對我們政府來說 或是我們民意代表來說 都非常的重視 然後也非常有龐大的需求 那第二個謝謝 也要謝謝我們安泰 來承辦我們相關的這個業務 在仁愛區經有第二個據點 那你看在座的這些長輩 阿公阿嬤其實 我們看大大的 我們同學阿公阿嬤在這裡 所以也有跟我們住在一起 所以他們在白天的時候 可以讓出來走走 然後手作 不管是看電視 我有關一台電視 我有抱的誰有 其實預防失智智能最重要的就是互動 也就是說他們如果可以在地老化 在地老化什麼意思 就是在我們的社區 就有一個失智據點 他可以離家很近的地方 他就可以過來 他不會害怕 我們中部的社會不會怕 他在在地的社區 他可以出來走走 然後可以 繼續有社交的活動 可以跟我們的鄰居 大家在一起聊天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預防失智智能的功能 局長這樣對不對 我都有聽你的報告 所以我想我們會繼續來爭取推動 未來 我當然要馬上廣告一下 未來 八千哥 繼續做總統 我們會推動 中央的長照政策三點點 會跟地方緊密的合作 不分黨派 一定會好好的 把我們的長輩照顧好 長輩的生活好 讓我們子女 在外面工作就可以放心 我會記得我們一些 一些長輩 在那裡 不要 那時候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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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免 我們要參加 区那些 東西 除了議長童子偉 市議員於三發 以及曾濟岩親自參加關心之外 包括市長謝國良 國民黨立委參選人林沛祥 以及民進黨立委參選人鄭文廷 也都指派秘書參加 一向非常重視長者的議長童子偉 更是製政一台4K75吋大電視 給據點作為帶領失智長者 進行健康操影片播放使用 讓長者們非常感謝和感動 這次代表我們安泰的同情 這個安泰第二個季節的成立 感謝長官 各位長官到來 謝謝 基隆市衛生局則是希望繼續努力 可以達到每一區 至少有兩處的失智服務據點 對於我們謝市長 對於我們議會議長 跟裕議員跟幾個議員 我們今天大家都很關心 我們的老伙子 我們一區一區 現在第九均 我們繼續跟旁邊看 我們每區都有兩均的 失智的據點 大家都比較緊的 不然太嚴重了 稍微有聽到 有些事情忘記的時候 就來這裡訓練 這樣我就不會越來越拿去 衛生局預估今年內 基隆市就會成為超高齡化的城市 也就是每五位市民中 就有一位是65歲以上的長者 因此隨著老年化及超高齡化的到來 失智症長輩的人數 預估也將跟著增加 初估目前基隆市 就有五千人已患失智症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